第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坊间流传泡汤可缓解痔疮 一名40多岁男性患者 受痔疮所苦想强势看看 没想到泡完汤隔天 痔疮更加重脏 让他坐立难安 赶紧就医 检查后发现他的痔疮已垂出肛门口 而且肿得像鸡蛋一样大 眼膜还有肾血症状 不得不手术切除 收治病例的台安医院大肠之伤外科主任康荣成说 男子进入诊间时走路一拐一拐 感觉屁股夹了东西 坐下后也不时挪动臀部 表情相当痛苦 男子说他泡汤前有喝酒 康荣成研判 是酒精使肛门扩约机放松 使痔疮更加脱出 这当泡温泉时40至42度的热水 容易造成痔疮冲血 并引起急性血酸 最后才环状切除手术摘掉痔疮 才缓解男子不适症状 康荣成腔调要预防痔疮 平时应避免久坐久站 多摄取富含纤维蔬果 养成运动习惯 更重要的是定期排便 且喝酒不一过量 少吃辣椒等辛辣食物 不仅可避免罹患痔疮 也可减轻痔疮带来的不适 台北医学大学辅舍医院 大肠职肠外科 主治医师陈嘉泽泽提醒 痔疮患者若采温水作育 缓解症状 水温不宜过高 约38度即可 切记泡温泉缓解痔疮 因为温泉水温超过40度 可能使痔疮恶化 或导致肛门黏膜受伤 引发肛门农伤 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